10月23号 台湾偶像剧妹妹举办开进记者会 男女主角蓝正龙 安西亚特地现身 为了更贴近戏中角色 安西亚剪去长发 牺牲扩大 一直被称为票房毒药的她 光想靠外形上的贴近可是不够 还要好好练一演技 我其实现在压力最大的是我怕就是角色有点难演 因为玉婷姐的那个剧本的角色真的很难演 所以我现在压力最大就是演的这一块 还没有想到后面的收视 蓝正龙 安西亚早前因合作电影转述粉纹 不过两人这次再度合作一点也不必嫌 蓝正龙更直接在Facebook上向安西亚饰演的张细威表白 惹得粉纹女友安西亚很是尴尬 她应该是爱上那个角色的 对啊 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剧本 也不会立刻爱上戴药材 看来两人目前正处在对彼此饰演角色的痴迷之中 难怪安西亚会为一直被受臭脸的蓝正龙解释 称赞蓝正龙很不错 就是一开始就真的觉得她很冷酷 然后不太理人 可是就是拍了几场戏之后 你就会发现她可爱的地方 就是人很亲切其实 然后她其实人还蛮好笑的 看来两人私下交情是真的很好哦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